今天发开报纸 头版头是这样写的 他说 工种力争核能 而赖清德表示 我也非常重视 哇 这几行字都在一起 是真的吗 赖清德准总统出席工种的这个会议 面对于重启核能的诉求 是不是要改变能源 这他其实没有正面回应 但是 他也表示 对于稳电 供电的焦虑 他是非常重视的 要怎么解读他的态度呢 而从准经济部长 郭志辉出身半导体业 还有最信任的童子贤 也松口表示 支持核电研议 这是对于重启核能的一种撲牌吗 俊相哥抱歉的观众朋友 刚刚俊相哥已经把大家全部撲牌好了 真的吗 童子贤 郭志辉 而且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导播看这个画面有没有 工种理监事的交接 赖清德在现场 所有的这些工商界的大佬 都在看着赖清德 告诉他 台湾不能缺电 我们工种不能缺电 台湾经济不能缺电 要做好准备 每一个人都在跟赖清德总统当选人说 听了听 听完之后没有正面回应 新任的理事长叫潘俊荣 他当场就讲 能源最重要 一定要做好准备 否则 俊相哥会怎样 会怎样 没有电就没有办法留住企业 对不对 大家就没有办法在台湾 不只有关税的问题 而且还有缺电的问题 包含我们的台积电 跟其他的这些 所有的生产线都会出问题 所以要重视电 那赖总统怎么讲 赖总统当选人 阿北五二零 下下礼拜一 他说我非常重视 那你到底要不要源于核电 核二核三你也讲一下 这个态度是什么 没讲 那利基电董事长黄冲仁也说 直接讲了啦 核能就是清潔能源 现在我们都在讨论核二核三 核二其实没动了 核三是今年 观众朋友再讲一次 今年的726 明年的517 核三的1号几组 2号几组 拜拜 就没了吧 那今天黄冲仁董事长讲说什么 别这样啦 赶快研绎啦 因为核二核三研绎 然后小型的核能发电厂 美国不是有吗 SMR 那你赶快给我弄出来 希望能够来做 而且呢 好 如果赖金的总统当选人 你以后觉得说 你就不要核能 那有没有可能 俊选哥 你不做我做啊 你不要我要啊 我为我自己的企业 自己自足 用电大户自己来发 自己发电 那观众朋友来 我跟大家讲 先讲一个 就是标杆的企业叫台速 这个等一下风景 就跟你讲了更清楚 他一起专家 台速的人物厂 大家都听过 但问题是台速的人物厂 他当时盖了以后 他会怎么样 他是气垫工程 他并不是核能 他不但可以提供台电的 台速的人物厂所有的电 他可以卖电给台电 台电不长不够嘛 可以抽电的吧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 你可不可以干嘛 人物厂可以直接台速的厂区 自己自足 用电通通不用跟台电买之外 还可以回卖 自己的电自己发 台速是老师级的了 老师级也是老司机 他也知道了 所以观众朋友 台速是第一个 在去年就已经有开董事会讨论了 那我看到美国有一个SMR 就是小型模组的核电厂 比较小的 那美国居然可以有 2026就要开始用了 那我们台速也可以做吧 他也有研究 他们内部董事会有讲 然后去年就讲了 君强哥 上个月的股东会的时候 还特别又谈到这件事情 那可不可以请政府检讨 如果你觉得可以 你又不想要核二核三核四 那我们台速自己怪小型的SMR 以后我们台速的工厂就自己来 那你不要没关系 我们在我们的厂区自己用 因为它是小型的 大概就是半个城市的大小 我们整个台速的厂区 自己供电 还可以卖回给台电 然后不影响附电车态 可不可以 现在也在董事会当中提出了这样的想法 所以对台速来讲 SMR这个小型的核电厂的构想 不是构想而已 它已经砸了人力物力去研究好一段时间 你就听它研究出什么呢 好 因为股东会这样讲 所以台速它基本上目前看起来 它是乐见这个状况 但观众朋友 SMR再好 也没有办法突破那个政策的限令 因为SMR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不特别介绍SMR 但是它是小型模组化的这个 就是反应炉 那所以小型模组化的反应炉 它的这个整个的核废料跟规模 还有建盖的时间都比较短 但是就只有一个关键 我跟所有报信的观众朋友就讲 结论是它还有核废料 如果它完全没有的话 也没有讨论嘛 因为你看气垫工程就可以自己做 但既然要有核废料的话 那我们再回过这个 赖清德总统当权人 他就是不要 他说没有办法处理核废料 或者是说 我们目前的 不管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这废水市或是压水市的锅炉 它通通不要 那它怎么可能答应你去盖一个SMR 让自己用 因为你不管台速的场区在哪里 都在台湾的土地上 所以你不可能自己盖SMR不用中央的同意 所以这个就卡关了 那当然SMR大家会讲说 它比较小 小型的模组 小型核电厂 自己来弄 那它的电费也比较便宜 但我要跟大家说 现在目前包含了 我认识的那个王博辉厂长 不用这么用SMR 核四最便宜 核四电最贵 前两天不是同志在讲说 那个什么 芬兰的电厂吗 对不对 或有核三吗 他说我们的发电比有核三还多 那SMR的电有没有那么便宜 观众朋友 现在看起来可能SMR到时候上路以后 每一度电大概是两到三块 这个也便宜过现在的绿能 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核能电厂 台湾的核电厂 每一度一点五一点七而已 一块多而已 所以更便宜 但不管怎么样 SMR是现在目前台湾的企业 自给自足自救的一个想法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那我回过头来 因为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在讨论核二核三的延长使用 到底有没有可能 俊阳哥很简单 核二因为它的燃料池已经满了 燃料半要拿出来 还没有甘肢储存槽 不是说有一个盖吗 对不起 甘肢储存槽盖好 但没有用的是核一 核二是没有甘肢储存槽 所以你等一下拿出来 这个目前看起来有点矿质费时 第二个 核三的燃料池还没满 可能还要再用三到五年 但是明年的五月时期 就要完全结束了 所以现在有专家讲说 不然就这样 只要政令上 直接让它松绑核三厂 直接换照的话 它不就可以用了吗 确实可以 但是所有的问题都卡在 赖清德总统当权 如果他不愿意 那么刚刚所谈的这一切 都会成功 明年的五月十七号 台湾进入到 没有核能发电的年代 好 方琴我们看到 二零二五非核家园 菜归赖不随 有可能吗 我不知道赖清德 现在心里头到底在想什么 但是我觉得 他身边有很多人 试图影响他 比如说童子前 就是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他认为他得到赖清德 相当大的一个信任跟重视 所以他可以大谈核能 坦白说他谈的核能这些事情 比如说他包括芬兰的 那个欧尔厂的这个事情 早在2013年 2011年就是浮岛核灾事件之前 其实台电内部评估过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浮岛核灾之后呢 那大家就不了了之 这个案子就这样摆在一边 所以新的这些核电技术 随时都在发展当中 郭智慧来自于半导体界 那我现在要讲一下就是 现在对于企业界而言 不是只有这个传统产业 也不是只有电子业 大概是所有的产业都面对 一个共同的问题 缺电之外 他们更缺清洁能源 这是两个层次 就算你勉强火力全开 然后让我们可以用 而且你就是停民间的电 然后让我们工业用电 可以继续使用 就算你能够做到这样子 但问题是 你要知道他们要在国际上竞争 蔡英文她2024年下台 其实绝大多数的标准 都是2025年2026年 2027 2028 2030 蔡英文不用面对 蔡英文不是讲那句明年吗 到了2025年为人已经不在了 我们已经不是在位子上了 那可是赖心得不一样 每件事情都是要他去处理 所以业者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他们各自寻求不同的方法 不管是核二核三的研绎也好 或者是核一核四都要考虑 核一要重启 核四要重启也好 或者要改新的电厂 比如像童子前说的 或者像是SMR SMR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自己来生产我自己用的电 那我到时候 我的绿能标准到什么程度 我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可以证明 我这是绿能的 因为台电很麻烦 所有的绿能丢到了台电的一个大水库里头 出来到底百分之多少绿电 你是不知道的 你很难算 所以我觉得台作做过这一个评估 认为可行 唯一卡关的就是赖心得的态度 我觉得赖心得现在还在犹豫当中 因为政治的杀伤力太大了 那么但是呢他身边 所有只要跟产业有关的人 我觉得现在都在全面施压他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巨像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快点 再一次 然后再次 请更多好朋友 我们 和 要